议长服务处前摆了好多高雄市的农年小提灯 小朦胧呆脑兽要发送给民众 有人上一次在市府发送时没有拿到 这一次知道议长要发小提灯 受外地的女儿之托要帮孙子领一个 就赶快来排队 也有人抱着小婴儿要多拿一个 双倍的幸福 背着小孩可以再多拿一个 我小女在嘉义上班 他们在那边听到消息 就要我来排队 朋友了 帮朋友的小孩拿吗 对 可不可爱 可爱 那时候阿嬷那个好像很漂亮 议长也感受到今年高雄市的小提灯很强手 特别帮各议员订购了一些 自己在加码要送给民众 高雄市议会有另外加码购买小提灯 那其实也是分给各个党团的不同议员 议员都拿走了 那也给很多的工会 各个服务处都有 那我自己的部分我也来亲自发放 那最重要的是我前天去参加工会的春酒的时候 我看到工会的理事长直接就跟市长说 市长灯笼不够 他才拿到十个 市长马上说给你两百个 今年高雄市的小提灯设计成恐龙的造型 最特别的是张大的恐龙嘴巴里可以转动四个面 其中一面留白可以自己画或贴上图片 可以随时转换 不少民众就是冲着这样的特殊设计 看到哪里有发放就赶快来领取 因为要等到礼拜六礼拜天 对啊 因为很多人都会 对 因为很多人就是要上班 黄色小鸭 黑色的呢 高雄熊 高雄熊 除了高雄熊跟黄色小鸭以外 可以自己再贴一个 这是就自己的创意了 我们贴这个 也可以贴自己的照片 也可以贴不同的 所以蛮好的 这次很受欢迎 高雄市的农年小提灯 除了2月18号抢先加码发送之外 学校也会统一发送给每位国小学生和幼儿园 下一波将在2月24、25发送 民众可以前往邻居 记者王仲凯 赖昌邦 高雄报道